Hello,大家好,我是Mila 今天会和大家讲一下云计算这个题目 我们经常在新闻看到云计算 究竟什么是云计算呢? 又经常看到SARS,PASS,IS 到底是什么来的呢? 我今天这段影片 就不会用一些很艰辛的名词 和大家来说 我会用比喻 你应该都可以一听就会明白 亦都可以 如果有朋友问你 到底什么是云计算 什么是SARS,PASS,IS 你都可以很清楚很明白地回复它 在内容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先like一下这段影片 让更多的朋友知道 正确的金钱或投资知识 先讲一下什么是云计算 试想一下 如果你要开一间公司 为了储存企业的资料 用来管理流程 复权、采购、人力资源管理等等 你可能需要花很多时间 和金钱去建立你的数据中心 买伺服器、买频宽 买软件等等 还要请一班IT去管理和维护 但如果你可以把以上全工作 外包给服务商处理 因应自身的需求 向他们租借一些基础设施 平台或软件 就省钱又方便了 云计算里面的云 只是网络 云计算通过互联网 按使用量付费的模式 获取伺服器、网络 资料中心空间、软件等等 资源和服务 至于IaaS、PaaS和SaaS 究竟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这三种都属于云计算服务 IBM的软件架构师Albert Barron 他曾用pizza来比喻SaaS、PaaS和IaaS的分别 传统模式 刚刚提过 就是什么都自己做 你要做一个pizza 包括你要准备厨房、烤炉、煤气、材料 都一手包板 这是传统的方法 这个时候你就会考虑云服务了 IaaS是代表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基础设施即服务 你可以利用服务商提供的厨房、烤炉、煤气等等的基础设施 你可以制作你的pizza 用户是不需要自己去建立数据中心 你可以将这些硬体外包给服务商 租用它的基础设施服务 包括租用服务器、储存和网络等等 至于PaaS就代表Plaform as a Service 平台即服务 除了租用厨房、烤炉、煤气等等之外 服务商可以提供更多的材料 例如pizza皮、鸡肉等等 你所需要做的只是设计你的pizza的味道 服务商提供平台的服务 服务商提供平台的服务 将你的设计去实践 所以比起IaaS提供硬体 PaaS提供软体结合的服务 整套的解决方案 云计算平台提供硬体、OS、编程语言、开发库、部署工具等等 方便用户开发、运行和管理业务应用程式 而硬体和软件的维护就可以外包给服务商 至于SaaS就代表Software as a Service 软件即服务 提供商会直接做好pizza给你 软件即服务 有人会叫它即需即用软件 SaaS可以帮客户云端集中式管理它的软件和资料 软件只需要透过网制网络 而不需要透过安装便立即可使用 用户可能经由一个网页的浏览器 直接传取软件即服务 我们平时用的Apple的手机云服务 一些网页里的云服务 就是SaaS的一种 云服务的收费可以有两种模式 一种就是订阅费 一种就是根据使用量收费 什么是订阅费模式呢? 就好像Netflix每月交钱 好处就是只要你的客户没有流失 对公司来说订阅费可以产生稳定的现金流 而根据使用量收费的模式 就像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 我们每看一场就付一次钱 市场需求大的时候 公司就可以赚很多钱 但是需求小的时候 收入就会比较低 至于比较有名的SaaS的上市公司 美国市场就有Shopify Smartsheet 港股就有微盟2013 中国有赚8083 金山远检3888 和金碟国际268 那你相信我是持有微盟2013的 那么很多SaaS股 还是处于亏损的阶段 或者赚很少钱 大量消钱去获取新的客户 但是正因为这样 他们的PE通常是非常高 这样不懂的人就会说 哇这些公司的PE很贵 但是其实大部分SaaS股 你是不能用PE去估值 那关于SaaS股 他们怎样估值 怎样分析 或者是我看好哪几个 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会再拍片跟大家说 跟大家分析介绍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的话 按下方的钟仔订阅 那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 最新的财经资讯 和最实用的股票交易技巧 也都欢迎留言说下你的看法 你的支持会是我的动力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上传影片的时间 会是下星期六 我们下星期六见 拜拜